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围绕着考点二 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 那作为这个考点呢 我们首先呀 先做一个复习巩固 巩固一下我们在第七章中 所做的一个介绍 那大家还记得吗 在讲第七章的时候 讲的是内部控制控制测试 那那时候孙老师就给大家说到了 说针对于内控 后面还会再出场 后面咱还用呢 对不对 这个后面在哪用啊 这个就在我们各大循环审计当中 就会有它的用武之地了 所以说呢 伴随着我们第七章 大家做一个温习啊 当然刚巧了 我们在洗涕班中啊 也是刚刚在大家做过 关于内控的一些客观性的题目 那提到了控制有五个要素 那控制五个要素当中跟我们的循环审计 最最相关的就是五个要素当中 围绕着具体业务活动展开的控制活动 对不对 因为控制活动呢 是业务流程层面的 它是具体的 所以说呢 伴随着控制活动 那每次提到控制活动 我们往往就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比如说有没有授权 还有呢 有没有做到职责分离的控制 包括在整个的内控当中 有凭证和记录的控制 就是填写一些凭证 填写一些单据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实物的把控 比如说仗石核对 对吧 再有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要有独立的检查 所以其实呢 大家也可以结合着 我们刚刚讲过的上一讲 你想一想上一讲当中 我们介绍了什么 上一讲当中 我们介绍了关于整个的业务流程 谁的呀 销售受款循环的业务流程 那我们介绍了销售受款循环的业务流程 有没有介绍它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做什么 有吧 对不对 有每个步骤做什么 再者呢 你再想想 比如说 咱们举个例子 讲那个信用的审批 奢销信用的审批 那当时我又给大家讲 我说了 奢销信用的审批 肯定不能够由谁 肯定不能由销售部门来完成 对不对 肯定不行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销售部门 他呢 只注重销售业绩啊 并不注重他的这个钱的 款项的收回情况 所以说呢 他就会不会去顾忌到这个钱收不收回来 可能造成大量的坏账 对不对 那要做到什么 做到我们的信用管理部门审批 那要做到的就是职责分离 所以其实呢 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把我们讲过的第七章 这个控制活动具体的要素 和我们在上一讲当中 支点一中所介绍的这个销售收款循环的 业务流程做了一个梳理 因为但凡对内控进行一个学习 要结合的业务流程 对不对 那么 不同的业务流程下 你找到对应的 他的控制活动 而那控制活动当中 在这销售收款循环中 比较重要的是来自于这四个方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这四个方面 来给大家做展开性的介绍 哪四个方面呢 第一个 适当的职责分离 那你想想 在整个流程当中 有些岗位 他是要做到职责分离的 对不对 好 再者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信息传递程序的控制 信息传递程序的控制 那从字面上来看 就是我们的凭证单据 传递有流程 有过程 对不对 再者呢 我们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们的实物的控制 实物的把控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定期寄出对账单 那进行账目的核对工作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展开 而这四个方面 你想想 第一 是具体的业务流程 对不对 第二呢 跟我们前面章节 有没有关联 跟我们前面第七章 或者说跟我们前面的 刚刚讲过的 第一个考点 是不是都有关联呀 所以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来介绍 逐一来介绍 首先第一个 也算是考试中的小高频 在我们的案例分析提供中 经常会出现说 结合着不同的循环 问哪哪个岗位和哪个岗位 之间要做到适当的职责分离 对不对 经常会让大家去许安 问到 如果未执行职责分离 那叫什么 那叫有缺陷 所以如果问谁做到了职责分离 那就是内控做的不错 如果没执行呢 就是有缺陷 这个都考过 所以大家就要结合着我们在考点一中所介绍的各个业务流程 对吧 结合着明确的分工 这样的话 处理一下客户的订单 客户有订购单的需要 我们看这单子做不做呀 做出销售单 对不对 销售单呢 结合着信用的审批 调查 设销的信用批不批 如果批了就批准 批准完了我们就签合同 签完合同呢 发货 对不对 发完货品之后 就要干嘛 结算开具 发票账单 开发票 如果日后有质量问题 退回折让 没有收钱 记账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到这 你们看 这就是考点一的重要作用了 所以我经常会说连续句嘛 经常也会跟大家讲 课不是听完了就完了的 你要去消化它 你想想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流程 而这样在流程当中 在我们前面讲了 考点一的流程当中 我们其实就会提到 有不同的职能部门 他们来负责 彼此之间牵制 避免发生舞弊 对不对 所以在考试当中 有两个考试唯独啊 第一 结合着我们的业务流程 也就是结合着 我们上一个考点一 你要知道 哪些岗位 做到职责分离 哪些叫做俗称 不兼容的岗位 第二个呢 你要知道 一旦没做到职责分离 那没有相分离 没有互相约束 对不对 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 没有分离 它的后果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年年必考的 是案例分析题 年年必考的一个考点 只不过呢 哪一个循环 孙老师没有办法说 哎呀 一定考销售受款循环 但是销售受款循环 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 明白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告诉大家 大概率是销售受款循环了 那你是不是就得看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 你要知道 哪些是需要分离的 并且知道不分离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 批准社销 和销售 相互的独立 对不对 防止什么 防止销售部门 我们说了 就为了业绩 为了他的销售提成 而放宽了信用的批准 导致信用风险的增大 对不对 所以那么你想一想啊 这跟银行很像 银行就问你 哎 信用卡办吗 说能给你多少额度 但你发现这个额度 不是他审批的 对不对 如果说每个人都放宽 那么大的额度的话 那么这个银行的不良贷款 银行的这个风险 也是很高的 对不对 好 再者 第二个 第二个批准设销 与发货 开票 是相互独立的 对不对 防止什么 防止你的设销的信用 是达不到标准的 但是由于你们串通了 结果怎么样了 照样发货了 对不对 照样发货了 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坏账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批准设销信用 与发票 开票 与我们的开票 与我们的发货 要相互独立 再有发货和开票 发货和开票 相互独立 是怎么讲呢 比如说货品 你拿走 对不对 货品拿走 谁开发票 记得我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的收银员 收银员 他要是开票的话 不互相牵制 也容易有问题 对不对 那可能有一些 我们串通起来的 多开票 虚开票 倒卖发票 而那么我们的发货与开票 一定是真的发了货 真的发了货 真的把买卖做成了 咱们再回去开票 防止什么呢 并没有记录 商品属于那种被偷盗 被顺走的 对不对 所以要找相应的凭证 凭证呢 就像典型的 我们那个销售小票 对不对 销售小票 然后呢 提货单 这就代表交易做成了 OK 那这些都在了 我们给你开票 对不对 所以生活中 你也能够看到这 另外呢 发货与记账相独立 对不对 发货与记账相独立 发了货了 审批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再做记账 防止什么呀 防止 哎你这个货发掉了 发掉了呢 哎这个没记账 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发货 没有正常的流程 那是货品是被盗了 结果你篡改这个账本 篡改这个记录 不会让它查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些大家要作为我们的考生 在此孙老师叮嘱大家 第一 我建议你们要理解性记忆 就是这些不兼容的岗位 不兼容的岗位 它是不能够什么呢 由一个人做的 所以这个要理解记忆 但有人说老师 我就真的没干过财务 那真的没有干过财务的情况下 那好 这些你要适度的去记 结合着刚才孙老师讲的案例 你要适度去记 因为什么 因为在考试当中 这儿可以考到题目 清楚了吗 好 因为后面还有 所以我就跟大家这样讲 这个职责分离特别爱考的 就是销售收款循环 来你再看 收取货款与记账 对不对 收钱的 与谁呀 与记账的 这个必然要职责分离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如果说 那么收钱跟记账不分离 那我可能收了钱 装自己兜里了 那我在账本上 他的贪污啊 这个篡改记录 来掩饰我的侵占资产 对不对 好 再者 第六 批准销售退回 销售折账和我们的折扣 与记账相独立 防止收到货款被贪污 对不对 怎么讲 我卖的东西又退回来了 卖东西又退回来了 那钱呢 对不对 那钱呢 所以说 他可能有这种折扣折让 退回跟记账要分离 对不对 好 还有批准坏账 批准坏账与收款 记账相独立 对不对 像我们刚才在前面第一讲 我说到了一键双雕啊 你先给他确认为一个应收账款 这是个虚假的 把账上给摆平了 然后我们再批准他当做坏账注销 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注销掉了 那我问大家了 你能说注销就注销吗 不能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可能说注销就注销 因此在这里面 大家就会设计到什么 设计到你的坏账的审批 要有一定的流程 防止你不符合规定的坏账被批准 结果呢 那个钱装自己的腰包里了 对不对 好 再者我们来看第八个 编制和寄送客户对账单 与收款业务 寄账业务相互独立 防止销售收款中的错币 好这一条不大好理解 这一条呢 我说一点啊 给客户寄对账单 给客户寄对账单 寄对账单的人 意思是绝对不能是收款的人 也不能是寄账的人 为什么 我问你啊 比如说 钱 孙老师收了 但孙老师装自己腰包里了 那在单位挂的账是应收账款 你要让我寄对账单 我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呀 钱被我贪污了呀 那你要再让我寄对账单 我就问你了 我能给他寄出去吗 我不能 我肯定给他寄丢了 懂得套路吗 好 再者 寄账的人员也是 账上什么情况 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账上什么情况 他特别的知道 对不对 账上什么情况 他是知道的 那么你再让他寄对账单 他也一定会把你的对账单 给你搞丢 寄错 寄乱 对不对 他怕暴露自己嘛 所以这一条一定要小心啊 好 再者 第九个 执行内部检查的 哎 检查的得是一个独立的人 对不对 往往自己查自己 发现不了 对不对 哎 自己查自己发现不了 所以你发现了 执行内部检查 与业务办理 记录相互独立 保证内部检查的独立性 和有效性 对不对 各位能清楚了吗 好了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提到的 所以说 刚才你要看这些 我说理解 有人说老师我没干过 可能理解不了 但是现在你再看完这些 你觉得呢 还想死鸡硬背吗 我相信大家就尽可能去理解 因为像这种实物性的题目 考的也比较灵活 对不对 好 再者 再来看信息传递程序的控制 什么叫信息传递程序啊 就是平时咱们凭证单据 我传给你 你传给我 咱们之间彼此传递过程中 会有一些什么呀 就有一些审批 对不对 有一些签字 有一些流程 如果这些审批 这些流程 这些签字 你做了 好 我给你放行 你没做 来打回去 对不对 所以说 像比如说最简单的 就算你没做过财务 孙老师也能跟你说啊 像咱们的报销 对不对 像咱们的报销 比如你报销 报销5000块钱 拆旅费 那我们得谁啊 得经理批准的 经理得签字的 那经理没批准 没签字 财务会给你吗 给你推回来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是什么 信息的传递程序中的控制 所以这里面 在信息传递程序的控制中 包括第一个 最爱考的授权审批 什么叫授权审批啊 就是有一定的权限 各个环节 你得赋予它一定的权限 它有这个权限能做这个事 第二个呢 叫做充分的记录和凭证 充分的记录和凭证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你得保证 有凭证单据的传递 对不对 得保证凭证单据的传递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你得有相应的凭证 比如说 有一些相关的批准的那个单据啊 对不对 有些签字呀 刚才说了 经理要签字 对不对 再者呢 像我们这个内部有核查 为什么 你要万一跟经理很熟呢 混熟了呢 那我们得要有这种内部的核查 对不对 也是对流程的程序的把控 所以这些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信息传递 程序的控制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适当的授权审批 那作为我们来说 销售受款循环 各环节 要经过适当的授权批准 每个环节要经过 适当的授权批准 比如说 你向客户奢销之前 进行调查 授权批准 控制什么 信用风险 对不对 社交之前 那有这种权限的调查 发货呢 只有经过授权批准的 才能发货 对不对 就是你审核过的 是真的客户才能发货 防止我们向虚构的客户发货 另外呢 像咱们还有什么授权审批啊 比如说最典型的 在生活当中 像销售价格 销售条件 还有我们的折扣 折让 你看上一个商品 要求人打五折 那经常会有人跟你说 对不起 我们这个权限我只能打八折 我只能打八五折 您看您要吗 对不对 那我之前交给过大家 我说不慌 你跟他说 我跟你们经理谈 那他的折扣是八折八五折 那经理级别的折扣 他的权限的赋予是五折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折扣 折扣也有授权审批 赋予一定的权限 才能拿到这个折扣 对不对 像比如在生活当中 处理一些问题 那底下的员工 他的处理权限就到这了 那这就是授予他的权限 那你要想把这个事情搞定 你要找级别高的人 对不对 找高级别的人 看他的权限会高一些 好 再者第四个 由票据保管以外的主管人员 批准票据的成对 违约票据的冲销 所以票据在账上 你也不能说去 哎呀 说去对付就对付了 说去贴线就贴线了 说去冲销就冲销了 这也要有主管人员的什么呀 审批和批准 所以授权审批 授权审批 就是给予他一定的权限 然后有这样的批准的流程 审核的过程 还有这样审批的流程 审核的过程 这样才能够叫做 适当的授权审批 所以这种授权要赋予你权限 让你能够干这件事 那这件事是加以内部的把控 内部的控制的 对不对 好 能清楚了 好 再来看啊 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针对我们流程来说 刚才提到了 叫做充分的记录和凭证 还记得吗 什么叫充分的记录和凭证啊 就是在整个业务流程当中 每一个环节 每一道程序 都有相应的凭证 对不对 比如说你的印象是什么 首先我们在刚才上一讲 介绍整个销售业务做成的时候 先要有什么 订货单 来自于客户的需求 然后销售再根据他 编一事多点的什么单 销售单 对不对 销售单有奢销的审批 批准了发货 那么发货其实像我们说了 也有出库单 对不对 也有我们说的叫做发运凭证 这个就是每个单位叫法不一样 那我出库了 我也发货了 我出库了 我也发货了 情况下 那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会有什么呀 记录发货的数量 开发票账单 你已经出库了 你也发货了 对不对 开发票账单 开发票 然后定期再寄送什么呀 对账单 核对账目 这样的话便于我们每个客户 有这样明细账 核对 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 在每一个流程当中 都有对应的凭证 单据 对不对 它就叫做充分的凭证和单据 好 另外 另外呢 还有什么叫做充分的凭证和单据呢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销售单 像我们提到的销售发票 包括我们的发运单 出库的单据等等 他们都是事先连续编号的 而那告诉大家 但凡事先连续编号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它有什么 完整性 为什么 记不记得 我讲过很多次例子 说你的教材 那53页完了之后 到了58页 你一定知道发生什么 输缺页 对不对 所以往往借助于连续编号 顺序编号 防止遗漏 保证凭证单据的完整性 而你保证凭证单据的完整性 那不就保证它有充分的凭证 充分的记录吗 对不对 充分的凭证 充分的记录 好 再者 再者 像在票据结算的时候 也会有种票据的登记账簿 也要保证它有充分的凭证和单据 正好去把它 爱整个的堆付情况呀 到期情况呀 贴线情况呀 通过这样的登记的账簿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说呢 这些充分的记录和凭证 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的爱 它的具体的内控 对不对 爱也是具体的内控啊 好 再者 再来看 第三个叫做内部核查程序 这个相对会简单 为什么 因为内部核查程序 相当于你内部的监督 它是监督你内控的什么呀 内控的执行情况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内部核查 它就是内部监督 但是在我的强调点上 那强调一个点啊 它是由谁来监督的 谁来监督 这个考试中这么考 比如说这事我干的 我经手的 这是我干的 我经手的 但是你绝对不会让我来进行核查 因为我查不出来 往往这个核查是内部审计人员 内审人员做的 或者说由其他的独立人员做 看到了吗 哎 由内审或者其他独立人员做 所以这样的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外部的人员 不是经手人 注意二 他一定是经手人以外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没实物 咱也不怕 如果呢提到内部核查 就是内部检查 内部监督 那谁监督 一定是经手人之外的人去监督 明白吗 好 再者 再来看 那内部核查 内部监督的监督 监督什么呢 这个监督什么 你也不用背 为什么 说这都不用背 是的 比如你看啊 你监督的得是 你所搭建的内控 针对于我们来说 你看销售与收款交易 相关的岗位及人员的设置 对不对 岗位设置 那我就要看了 你有没有不相容岗位 混岗的现象 对不对 再有呢 比如说刚才有授权的审批 对不对 那我就要看你的审批手续是否健全 有没有月全审批的情况 再有像我们所说的销售的管理 那我就要看看社交政策是否符合规定 对不对 还有收款的管理 收款的管理就看看这种催收啊 是否及时入账 包括退回 退回的手续期不期权 退回的货物 有没有及时的放入到我们的仓库 所以大家发现了这个所谓内部核查程序 你听我这两点在不在里啊 第一知道是谁绝对不是当事人经手人 是经手人之外的可以是咱们的内部审计人员他来进行监督也可以是其他的独立人员只要是经手人之外的 第二监督什么核查什么 那你搭的内控搭了什么 我就来看看你的内控 按执行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做内部核查程序 你理解了吗 各位清楚了吧 所以像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我们所说的充分的记录和凭证 它属于我们具体的控制活动 对不对 好 再者 再看第三个 谁还属于记起来我们的控制活动呢 叫做实物控制 那实物控制首先第一个 限制非授权人员接近存货 就是什么呀 没有权限不予受理 没有权限不予受理 没有权限你怎么去受理呢 比如说存货 仓库保管员他能够进行处理 对不对 那么或者说我们存货的发出 按照前面刚才讲的业务流程 我每一笔发货都要有经过批准的销售单 那如果没有经过批准的销售单 对不起了 我是不能给你发货的 货品你领不走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是六心扑认的节奏 什么叫内控啊 就是我在内部搭了一些制度和流程 然后迈着六心扑认的节奏 谁来都不行 那叫内控的执行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呢 实物的把控 是针对一种实物的管理人员 他的职责权限 叫做没有相关的单据 一律不放行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的退货 也是要加强实物的管理 那么你退货有衍生入库填写报告单 入库单 对不对 好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限制非就全员人员 没有全员人员 你也不要接受接触到各种的记录和文件 防止什么 篡改 对不对 爱防止篡改 所以这都叫做实物的什么 什么叫实物控制 叫实物的把控 实物的把控 怎么把控啊 从文件记录上 从人员上面 对实物的接触上面 加以限制 对不对 另外呢 像奢销 像应收票据啊 像应收账款 那么对应的 我们还要做到什么 账实核对 哎 账实核对 甚至包括咱们那个 账 账 核对 哎 账账核对 这个核对工作 都是一个控制的工作 对不对 只不过账实核对 像我们的盘点 这典型的就属于什么 实物的控制 对不对 哎 这个大家清楚啊 好 再者 定期寄出对账单 刚才提到过 由出纳销售 以及应收账款以外的人员 你看 这个地方 由出纳销售 以及应收账款以外的人员 这也体现了什么 职责分离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我是出纳 我把钱给侵占了 你让我发罪账单 我是不会去发的 那比如说我是销售 我把我销售收的钱 我也给装兜里了 你要让我发罪账单 我也给你寄丢了 对不对 甚至包括应收账款 机账人员 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属于什么呢 他们都属于在业务流程上面的 什么呀 相关经手人 他们都会涉及到相关流程经手人 他的一些什么呀 他的一些我们所说的 这个在整个流程上的关键性的环节 所以你不能够让他去经手这些事 对不对 所以要找他们以外的人员 按月向客户寄什么呀 对账单 而如果说对账 对账你对完之后 有一些对出来不正确的结果 反馈回来 那么反馈回来 有出现不符的事项 你也不能又让他们给处理呀 如果要让他们处理的话 你也知道后果 他们依然也会给他扼杀在摇篮当中 对不对 然后 你发现 等回回来了 也不要回到他们手里 回回来呢 也是由这些不负责资金管理 不记录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的人员 还是不能够由当事人经手来处理 对不对 所以寄送对长单 第一 谁寄送 第二呢 你寄送目的是为了对账 对不对 那如果出现了不符实项 谁来处理 谁来处理 也不能够由相关的经手人员来处理 对不对 各位能理解了吗 好了 所以在这里面前四个 我要让大家重点关注啊 前四个重点关注 经常在我们考核档内部控制的时候 有对应的题目出现 经常有题目出现 好 那你说老师第五个呢 其实第五个我的建议是 大家可以放一放了解一下或者通读一下 我说一下我的理由 你把精力放在前四个 那第五个呢 因为第五个是应当共同遵循的收款交易的相关内控 那同志们 那我们后面的那个第四章 是不是有一个货币资金审计 那货币资金审计中必然也会涉及到收付款的内控 对不对 收付款的内控 所以呢 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建议大家通读了解就可以 再者第二个 为什么介于大家要通读和了解呢 你但凡通读了解下来之后 你就应该知道里面说的是什么了 尤其是咱们学过财务的同学 有过财务专业知识 有财务经验的同学们 那你看一下 比如说企业 按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支付结算办法 及时办理销售收款业务 另外呢 及时入账 不得账外设账 不得擅自坐之现金 而也要让销售人员 避免接受到销售现款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了 这些都是一些 咱们如果是财务人员 这都是你的常识啊 对不对 如果财务人员都是你常识 好 再看 企业应当建立应收账款 信用风险分析制度 那这是针对应收账款的 因为如果有应收账款 我们要针对它的挂账时间进行分析 对不对 那么并且针对预期的有证催收制度 结合着催收 那我们可以针对于它 与法律形式促使获款的收回 这也是跟我们前有关的 内部的什么 内部的控制 内部的制度 内部的流程 对不对 内部的控制 内部的制度 内部的流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针对于收款交易相关的内控 对不对 好 再者 再者 按照客户设置应收账款台账 怎么讲 比如说有A 有B 有C 有D 那我们要分别设置他们的各自的台账 即时的登记ABCD每个客户余额增减变化 以及信用额度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就是有1万的信用额度 他现在赦欠了2000 然后赦欠了3000 那如果再赦 OK 可以的 对不对 但如果说他有这种坏账 他可能也就是5000的额度 那已经有赦了5000了 还能再给他吗 不能 对不对 建立台账啊 所以你会发现建立台账 也是对于内部的一项控制 内部的把控 对不对 好 再者 第五 企业对于可能成为坏账的 可能成为坏账的 保持着我们的谨慎 那么应当去报告有关角色部门 然后对他进行什么 审查 确认是否构成坏账 那确认是否构成坏账 那么就要查明原因 对不对 查明原因 明确什么呀 彼此的责任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针对于我们的坏账的情况 好 另外 企业注销了坏账 那我们前面说过了 注销坏账 要有充足的理由 那也不是注销完了就完了 要备查登记 做到什么 账销暗存 就是即便你的坏账 已经冲销掉了 但是他的档案资料 还会再保存 因为 那大家也应该知道 在账务核算当中 也会曾经有这样的 实来运转的情况 已确认了坏账 又收回来了 对不对 也会有种实来运转的呀 已确认坏账 又收回来了 所以说呢 防止我们的账外资金 所以因此你看 这几条 我再来一过 但课下的复习就剩下 通读了 是不是 爱就可以了 好 再者第七个 企业应收票据的取得和贴线 拿着票据到银行去贴线 那不能光说票据保管人员说了算呀 问题是你拿这个票据去贴线 企业会损失什么 贴线息 对不对 那是钱流通了 那企业也会去盘算一把 说这个付出的贴线期 这个合不合适 所以他就会有主管人员的什么呀 书面批准 对不对 爱有主管人员的书面批准 那么也会有专人的保管票据 所以说你在这个付款的时候 盖章的时候 也会彼此的职责的分离 咱们前面讲过了 互相牵制 对不对 所以我去申请贴线 你盖章啊 那我提出来了 那我得审批啊 那要有这个保管人员以外的人员 去盖章去批准去处理 对不对 而那么以贴线的票据 你也要在备查账簿中登记 便于日后的监管 因为票据你贴线给了银行 银行可能会有追索权 万一当时拿不回来了呢 对不对 所以也会要做的一个备查登记啊 便于后面的追踪控制制度 你看 所以在这儿我说了一点 有过会计专业知识经验的同学们 听听就罢了了 没有会计专业知识的同学 恐怕就要多花点时间了 对不对 好 再者 还有什么呀 通过我们的往来客户的函证 发函 对方回函 核实我们的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 等往来款项 对不对 那如果说通过韩证 回函结果不一致呢 那么我们就要查明原因 及时的进行处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会发现 针对于我们所说到的 这样的 收款相关的内控 通读即可 明白 好 通读即可 但是可不代表不考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针对于内控 刚才我讲了这么长时间 我说了他的考试方向 什么 内控的职责分离 所以你要准备的是什么 在销售收款业务循环 内部控制中 发送商品 与记账 职责 相分离 为了是什么 发货 与 记账 相分离 对不对 货品的发出 那么把控的是货品 对不对 把控的是货品 所以让你发现了 他为了防止 A 盗窃商品 并通过篡改记录 加以掩饰 对不对 就他了 答案就是A 你说为什么 我就问你了 发货是什么 东西出去了 得记账 这俩人互相牵制 是不是就防止 你把东西给拿走了 然后从账上 做虚假的 加以掩饰 看到了吗 所以这个做题技巧 给到大家 你得知道 他在业务流程中 缓解起到什么作用 对不对 你得知道 他在业务流程中 缓解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说 盗窃商品 并通过篡改记录 加以修饰 加以掩饰 所以你发现了 把商品刀窃走了 那跟那个做账的 串通仪器 对不对 你看 这就是考试中 刚才我们说到了 他的后果 你要知道 谁分离 题杆中问 谁分离 以及不分离的后果 对不对 重分解读了 好 再来看 第二道题 多选题 下列控制措施中 属于销售与收款业务循环 实务控制的 注意啊 实务把控 实务把控 你要找实务啊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谁 退回的货物 实务 货物的发出 实务 对不对 再有呢 限制非受证人员 接近销售发票 等各项的记录文件 对不对 好 专人调查 每个客户的信用状况 专人保管 应收票据 那首先 那首先你要把 ABC选出来 那答案 那个E 有人老师 E我看不懂 我跟大家这样讲 你先把 ABC选出来 因为什么 因为抓这个词啊 实务 货物 实务 货物 实务 懂这话吗 还有刚才我们在讲 实务控制时 说到了一个什么 授权权限的问题 对不对 无权 不要碰 所以你看C说 无权不要碰 对不对 好 再者 那就是E E为什么 专人保管 应收票据 票据那张纸 哗啦哗啦 那张纸 那叫不叫实务 叫吧 对不对 所以说E也应该选 但如果说 你能选中ABC 我也很开心 因为能得到1.5分 总比你选错了 要强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 刚才我们讲的 实务控制是什么 实务控制是 限制非受证人员 去接近存货 对不对 没有权限 记住 不要碰 对不对 没有权限 不要碰 还有就是货物的发出 销售退回的货物 都是实务的 对不对 另外呢 还有就是非授权人员 接近我们的销售发票 等纪录 专人保管 应收票据 票据也是属于什么 也是属于实务 知道吗 票据也是属于实务的 好了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第三个考点 所以刚才跟大家这样讲 考点二 人人必考 年年必考 听懂了吗 考点二 人人必考 年年必考 它有可能是单独的考 有可能在案例分析题中进行考核 大家一定要予以关注 明白 好 来 探考点三 销售中管 循环的主要风险 什么意思啊 就是风险点 在哪 你忘了吗 我们现在是什么 现在叫做 风险导向审计 风险导向审计就是 风险在哪 我们顺藤摸瓜的 就查哪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给大家一件 提示了 那常见的我们企业 它发生错报的 问题的可能性 那个怀疑点 风险可能在哪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有虚增收入 或者提前确认收入 虚增收入 提前确认收入 那我告诉大家 是收入的什么 高估 那么是营业收入的什么认定 发生认定 还记得吗 好 那么什么是虚增收入 提前收入呢 提前确认收入呢 它表现出来什么 比如说第一个 从未发生的 没发货的 你就给确认收入了 另外呢 委托他人销售 委托他人销售 得他人卖出去了 咱们才确认 对不对 结果你委托他人 你就确认收入了 那你看 这不就有会计问题了吗 再有 发生在会计期间 以后的销售 提早确认 下期的提前确认 还没发生呢 你就提前确认了 在发送再产品时 确认收入 那你想想 再产品时候 这个产品还正在生产呢 是在生产工艺环节当中 内部的生产工艺的流转 对不对 好 需开发票 并没有真正的做成交易 需开发票 向没有订过单的 没有下订单的顾客 发货 为什么在这有这样一个事呢 因为其实针对于我们收入的确认 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客户拿到商品的控制权 对不对 所以我把东西发出去了 那认为就是控制权转移了呗 但是这个人连订单都没有下 那明显是虚假的 再有 发货数量100 实际人家买了50 高估了50的 价格 对不对 再有呢 把发送给本企业的仓库的货物 进入到销售当中 明明就是内部的流转 对不对 内部流转是不确认收入的呀 结果你给它当成收入了 再有 隐瞒销售合同中 客户在一定时间内 有权退货的条款 同学们 这不就是富有退回条款的吗 比如说 你得预估退货率5% 那我确认多少 95%的收入 对不对 确认95%收入 另外呢 或者说在发货时 全额就确认了 你本身要看到它的退货率 对不对 看到它的退款的情况 那么 你现在全额确认 所以你本身确认95%的收入 应该 你100%确认 那就高估了5%的收入 对不对 所以各位能理解吗 这儿的所有的主要风险点 是为了让大家在题目中找的 找怀疑点的 懂了吗 所以这些不会都考 但是大家在考试中 要做到能够什么 能够识别 知道了吧 能够识别 识别出这些 它错误的可能性 识别出它的风险点 好 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少计收入 延后确认收入 那对应的是什么呢 完整型 少计漏计嘛 对不对 比如说 商品发出了 收到货款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该确认的你没确认 而是将收到的货款 作为负债来挂账 对不对 比如说 本身应该确认为收入了 你还给我挂在哪呢 合同负债当中 这就不对了 对不对 好 再者 把它转入了本单位 以外的其他账户 那就是账外设账了 再有呢 像我们说的 你看这也是会计问题 以旧换新 所以我说会大家讲 以旧换新 100的旧 换一个800的新 那我们按照800 确认收入 这个100做什么呢 做购进 而呢 你不要按照进额 给我确认700的收入 这是错的 对不对 你按照差价确认 那当然是收入少计 收入的漏计了 对不对 好 再有呢 在某一时段之内 那么我们建造合同 按照履约进度 确认收入 结果你没按照履约进度 没按照履约进度 推迟确认 对不对 比如说明按照60% 确认收入 你说不 我等到都完工的时候 确认收入 那不就少确认收入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是给大家的提示 我再次强调 它不代表的是原题一定会考 但是给大家提示 就是以免防止咱们有同学 看哪 哪都觉得没事 不是的 这是有事的 这是要有怀疑点的 你见到这些要保持应用的什么玩意儿 职业怀疑 明白吗 爱职业怀疑啊 好 再者 收入的复杂性可能导致错误 什么意思啊 收入的交易太过于复杂了 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交易 对不对 什么呀 比如说咱们的什么积分啊 对不对 爱 比如说咱们还有这种额外的购买选择权 爱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质保等等等等 包括退货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交易的爱 整个的情况 爱对 还有那种什么储值卡 储值卡 比如说我充了一万块钱 充一万块钱不能确认一万的收入的 要是合同负债的 然后等到你去消费的时候 再进行收入确认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这都是第三条所说到的 就是伴随着特殊的交易 有各种复杂的交易 那管理层可能 他会对这种交易的经验缺乏判断 对不对 那么对交易的经验缺乏判断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会怎样 他可能就会 爱这个 有一些错误的产生 有一些错报的产生 对不对 好 再者期末收入交易和收款交易 可能未计入正确的期间 什么呀 截止期间的问题 截止 截止期限 对不对 该计哪个月 该计哪个期间 结果你计错了期间 再有呢 收款未及时入账 或者计入不正确的账户 比如说 咱们该是主营业务收入 对不对 你给我计哪去了 你给我计投资收益了 这不就积错账户了吗 这也是风险呀 对不对 再有坏账准备 记提的不准确 我跟你这样讲 这个你还别说 在现实间 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很多 怎么的 就是你发现啊 被审单位 他如果不提 会被我们一下就击穿 因为现在这种经济环境啊 难免有些企业 可能就有些坏账 有些钱收不回来了 一定要做好这个坏账 记提的准备 现在的企业 他不是不提 他提 他记提了 他提的怎么样啊 不够 提的不准 提的少 那么这种啊 在审计当中 要特别的关注 所以不是说不提 因为不提呢 会被我们一眼识破 但他提了 提的还不够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作为我们的第一节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你们看到什么了 循环审计的内容是蛮多的 你看整个循环审计 整个的这一章 它就三个小节 但第一节 我们就分别介绍了 它的业务流程 所以在这我的一个学习的理念是 我建议大家把业务流程好好的学一学 因为如果学好了业务流程的话 后面的内控 包括一些我们的常见的实物的内容 就应该非常的轻松 就能够到位了 再者 那你如果说把这个内控学好了 同志们下一节也会学得更加轻松 为什么 因为下一节我们要针对着内部控制 做什么了 做控制测试 你看到了吗 下一节要针对内部控制 我们做控制测试了 所以说呢 这个控制测试怎么做 测内控啊 测内控云有效 那你不得知道它的内控是怎么个流程 内控是怎么个回事 那你才能够对内控加以把控 对不对 才能对它加以测试 好了 所以第一节概述 跟以往学习不大一样 以往在理论部分的章节 概述就大概描述啊 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对 但是现在在循环部分 概述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 图点知识 为后续章节奠定基础 OK 那好了 第一节销售中款循环的概述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